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当下蓝忘机醒过来了 却是心碎了一地 蓝湛 先休息吧 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 行不 好 魏无羡看他居然肯答应了 赶紧扶他到榻上躺下 魏英 你也歇息吧 不要回浮沫洞 那乱葬岗是尸山 住不得 好的 二哥哥 那里的水喝不得 种出来的东西也吃不得 会生病 蓝忘机喃喃细语 害时到准时入睡 云深不知处陷入一片寂静 而魏无羡却清晰地听到自己心碎裂的声音 如果说当年他现意撩拨只是一时兴起 好奇 但后来确确实实是互为知己 难舍难离 而蓝忘机的一份深情藏得实在是太深了 他不苟言笑 不做表达 只是默默地守护 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啊 魏无羡鬼不当初 但这次蓝忘机出状况 却是自己发昏任性的后果 蓝忘机一再表示不离不弃 要跟他成亲 结为道旅 要让他们的关系光明正大 公诸于众 他为什么还要患得患失来结外生枝 如果蓝忘机真的回不来了 我魏无羡该如何苟活 该如何去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能让蓝湛的神石归正 魏无羡坐在踏前 搜尝刮堵 绞尽脑汁想办法 天子笑一口一口地下肚 却没有想到对应良策 魏莹 你不能跟温情在一起 温宁也不行 你是我的 睡醒中 蓝忘机激动地喊出了一声 魏无羡伸手握住那人的手 按在胸口 二哥哥 魏莹在这里 是你的 没走 原来魏无羡就下温氏遗族住居在乱葬岗上 每天跟温情温宁姐弟在一起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陪伴在魏无羡身边的不是蓝忘机 而是温情温宁姐弟 这是蓝忘机一个心结 也是他有悔的另一个缘由 温情姐弟当年也来云深不知处求学 他不以温室的其他修饰 他是个温柔秀美善良的女子 他是个医术高超的医师 虽然魏无羡就温情他们一众是魏大义 不是私情 但一个美丽的姑娘天天在侧陪伴 叫蓝忘机如何心安 当年蓝忘机去怡陵找魏英 并一起上了乱葬岗 目睹魏无羡跟温情一起说说笑笑 亲密无间 情如一家 温情还用心地为他疗伤 照顾他的生活 那一切看在眼里 让蓝忘机心里是何等伤痛 心爱的人患难 陪在他身边的却是另有其人 而自己却连表达一下情意都不敢 自古患难见真情 在魏无羡判出仙门 救出温氏 住进乱葬岗之后 魏无羡跟他一起开辟天地 顽强地生存下去 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 是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事 而且温情不是把书子还给江城了吗 那是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温情做出了选择 谁是可以信赖的人 魏英 不要温情的萝卜土豆 我后山已种了辣椒 我陪你种土豆萝卜 蓝忘机又喃喃念了一句 好 明天陪你去种土豆萝卜 魏无羡又应了一声 二哥哥 以后你做什么事我都陪你 你放心 你是我的 谁也不能要 好 我谁也不要 第二天 蓝忘机某时起身 喜树一番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丝不苟 依然是那个雅正端方的韩光君 他没有叫醒魏无羡 走到岸前就翻起了卷宗批阅 好像日子如旧 从未发生过什么 魏无羡昨晚守了一夜 又哭又酒醉 等到睡去 已是不知今夕何夕 这会儿趴在榻上是一动不动 蓝思追和蓝景仪送食盒过来 敲门进了镜室 看见蓝忘机在批阅卷宗 惊喜不已冲了进去 韩光君 思追 景仪 你们来了 韩光君 你起身了 先用餐吧 两人不敢问他是不是醒过来的 只是心里悄悄的揣测 景仪 你罚抄的家规抄好了吗 嗯嗯嗯 好了 蓝景仪张口结舌的胡乱应答 要计罚 改过 是是是 蓝景仪连连点头 思追 你多看着他点 好的 韩光君 蓝思追 居身一礼 你们先下去吧 我去叫卫英起来 用餐 是 追仪两人 退出境室 惨了 韩光君现在这个样子 还记得我被抄家规的事 可知我给他的印象是多么的差 蓝景仪挠了挠头 眉毛都皱成一把 不是 是可见韩光君是多么的关心你 蓝思追说 也对 景仪一听 喜笑颜开 蓝望鸡走到踏前 轻轻摇了摇那个人的肩膀 卫英 起来用餐 魏无羡没有反应 蓝望鸡右脚 卫英 醒醒 起来用餐 魏无羡伸了身揽腰 迷迷糊糊中 回应 二哥哥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突然一个机灵 猛地坐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蓝望鸡 正满眼是春的望着他 二哥哥 你 醒了 嘴里一阵结吧 嗯 你也醒了 一起用餐吧 好的 魏无羡抹了一把脸 起身去洗漱 魏无羡坐了下来 蓝望鸡递给他一碗粥 这餐都没有你喜欢吃的 等回去 我给你做辣菜 魏无羡愣愣地 接过那碗粥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好 二哥哥 用完餐 我陪你去后山种土豆萝卜 不要温情一起去 二哥哥 没有温情 只有我们俩 好 蓝望鸡满意地点了点头 魏无羡和蓝望鸡走出境市 一前一后往后山而去 一路上 看见他们俩的人 都悄悄转过身去 当作没看见 二哥哥 你说是先种土豆好 还是先种萝卜 魏无羡问 先去看辣椒红了没有 蓝望鸡悠然走在前面 魏无羡紧跟在后面 来到山后 一个极为隐秘之所 魏英 辣椒红了 果然魏无羡看到眼前一片 红艳艳的辣椒 在翠绿的林间 显得特别的耀眼 二哥哥 这是你种的 魏无羡惊得目瞪口呆 是 做辣菜用 原来当年魏无羡不在了之后 蓝望鸡极尽缅怀之情 喝他喝过的酒 受他受过的伤 走他走过的路 而辣菜 云深不知处厨房 是不做的 他就自己做 做魏无羡最喜欢吃的 那些菜式 他自己吃不惯也没吃 但做了看看 赌木思人 也是好的 蓝氏厨房主 不做辣菜 辣椒 当然是不会常备的 后来 蓝望鸡索性在后山 种起了辣椒 省得专门下山去买 辣椒是极易成活的植物 加上云深不知处 是中龄疏绣之地 一把种子下去 很快就长成一大片 魏无羡现在看到的辣椒 都不知道是第几代的成果了 二哥哥 你种辣椒做辣菜 是魏莹喜欢辣菜 蓝望鸡点了点头 二哥哥 我们先不种土豆 萝卜 先摘辣椒去做辣菜 好 魏无羡高高兴兴 弯下腰去摘辣椒 只听一阵风动 一个人影一晃计时 停在他们的眼前 魏公子 你回来了 温宁 是我回来了 你摘辣椒 我帮你 温宁勤快地俯下身 要帮魏无羡摘辣椒 魏无羡慌忙摆手 制止了他 温宁 不用 你停手 走开 不许他摘 只听一声怒吓 白影一晃 温宁不见了踪影 哎呀 二哥哥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我叫他走就行 你干嘛把他扔走啊 不许他摘 是是是 那土豆萝卜 是重还是不重啊 不重 蓝望鸡 掷地有声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